车辆经过栅栏感应区开进停车场 但仔细一看停车场的车道竟然是设在国小的校门口 而且开放外人临庭让不少家长忧心忡忡 学校本来就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你为了去赚这个临庭的钱 那来牺牲小朋友的空间 这是我们觉得蛮不应该的 而且附近的取代的临庭的停车场最少有两三个 其实永和这所学校本来就有开放月租型的停车场 如今突然加开临庭模式 就必须得在校门口规划一条车辆专用的车道 但家长认为有两大校安危机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车辆行走的车道 但是隔两步这边就是一般学生还有教师走的路线 但是往后看其实可以发现后面就是学校的大门口 家长担心人车争到的状况可能会让学生有安全疑虑 校园开放临时停车也就是所有的陌生人 都可以来到校园内的停车场停车 这让家长担心是不是也是一种潜藏危机 就只能自己看好自己小朋友 就送进教室啦 我们觉得这样是最安全 因为他这么小 如果大一点真的会比较担心 我觉得位置真的很难找 他们觉得是没有停设位 所以他们才能有一个停设位嘛 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每个早上老师会有学生 他们会出来帮忙就是 智慧 对 智慧 实际询问当时国校校长表示 林婷还未正式开放就收到反弹声浪 紧急喊咖先止血 考虑到社区也有一些停车的需求 在实施之前已经先暂时中止 会在开学后再邀请家长 大家来讨论看看 校园安全和停车控管之间得严谨衡量把关 才能让家长们放心把小孩送进校园 下期训练